梅雨季节来临,长江水位暴涨,练兵踢进实战,周桥燕官兵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在长江中上游水域,立即爆通一座军用浮桥。 在临时搭建的野外作业场,他们将克服怎样的艰难,争奋多秒下,周桥兵是如何苦练本领,能打善战。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激流飞渡,战长江。 这里是长江中上游水域,然而此时,西部战区陆军某州球营,却很难展开坐地。 这里的地形不够开乎。 这就是我们一个难题,现在也是非常着急的。 如果说我们一个车一个车放的话,那两个小时,比如说完整任务呢,就光把这个车放下去,都是非常困难的,时间都不够用。 现在大家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多的方法,能够张开我们的饭水作业进度。 大家,走,走,停。 把门桥单元从周车卸载到水面的过程,被称为饭水作业。 这听上去不难,但操作起来,不仅需要遵守严格规范,还有一定的危险性。 坡度要大于10度,但又不能超过18度。 那如果只是小于10度的话,它就比较平,就难以卸载。 如果大于18度的话,那车辆卸载坡就现在比较危险。 而且对进岸车的一些水深也是有要求的。 如果水深低60公分,它也卸载不下去。 上期给周桥营的时间总共只有两个小时。 那么,是在远一点的地方,再开辟多个场地进行作业? 还是另想其他办法? 营展物嘉宾他们要尽快决断。 如果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些临时的饭水点, 等了结合完,汽载下下刷水结合完,再潮信过来, 可能相对花的时间,可能甚至综合上去还更久一些。 西部战区陆军某周桥营,曾多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 营展物嘉宾当周桥兵已经15年。 其他连队主官也都拥有丰富的水上作业经验。 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 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正常进行正常饭水, 很少采取吊车作业。 为了抢时间,周桥营果断采用吊车作业。 但这样,危险性增加了不少。 周桥营自重,有九吨多,一旦发生碰撞的话, 它带来的惯性,造成了后果,不堪设想。 不行。 指挥员,就是咱们小组长和雕车作业手, 要密切配合。 第一个,动作一定要慢。 如果动作快的话,带来惯性更大。 动作慢一点,才能把这个重心控制住。 吊车一侧的车身,要尽可能靠近江边, 减少吊臂前身的距离。 几分钟之后,吊车作业成功。 周艇单元被安全卸载到水面上。 周桥兵解决了第一个难题。 这意味着,面对受限的野外临时作业场, 他们仍然能够想出时间。 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板,当扶桥连接完毕之后,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桥的主体单元。 现在就是我们的桥面,车行道,车,人, 从上面通行通过。 刚刚卸载到水面的周桥, 被称为带式门桥。 由于现在,江水流速超过三米每秒, 所以接下来的水上作业, 风险性会更大。 采用带式门桥的时候, 主要是一个是流速要小, 小于1.5米每秒。 然后另外一种形状,结构形状, 就是分质式。 分质式形状跟这个有比较大的差别, 它主要是以两个洞里周为桥脚,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跨, 到时候是要支撑在这两个桥脚上的。 由于带式门桥, 抗水流冲击的能力较弱, 如果水流速度太大, 很可能会不冲走。 所以,周桥官兵要尽快把带式门桥, 转换成分质式门桥。 7月初, 长江水情比较复杂, 近期又是汛期, 周桥兵的水上作业将异常艰难和危险。 当我们在病患的时候, 它有一个瞬间, 我们在提升桥跨的时候, 这个动力周是被压斜, 压斜之后, 我们动力周就失去动力。 变换过程中, 如果两个动力周分开间距过大, 桥跨就会落水, 很容易被急流冲走。 只要如果距离过界, 你控制不好, 四重过大, 你控制不好, 很容易转轴, 所以我们对这个动力周主驾驶, 要求非常高。 驾驶员需要随时观察门桥掌的指挥, 和另一侧的动力周进行协同。 交换, 一直开始。 23个做一手, 哪里协同不好一点, 就很容易出问题。 驾驶扶桥需要官兵齐心协力, 门桥掌通过哨音和齐语, 协同周桥兵操作。 在门桥转换过程中, 他们必须胆大心细,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松。 一旦门桥桥跨落水, 势必会带翻动力周, 造成装备受损, 而动力周上的官兵, 也会有落水的可能, 其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突然发生的意外情况, 周桥官兵将如何划险为夷? 任务紧迫, 原定计划被打乱。 面对突发情况, 周桥官兵又将如何克服困难? 顺利保通俯桥?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激流飞渡, 战长江。 门桥顺利转换后, 各门桥长迅速指挥门桥, 向预定架桥水域引进。 十几分钟后, 六个门桥中的五个, 都已顺利抵达指定水域。 然而, 唯独五号门桥, 却迟迟没有跟上。 别动, 转转转转, 慢点, 慢点。 十万元带, 动力周期望。 手动,手动, 二次动力周稳住。 动力周团, 好好好。 怎么喜欢, 赶紧赶紧,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着。 穩住。 稳住, 稳住, 稳住。 营长, 引起门桥, 然后门桥, 右车动力周时计动力, 请周支援。 intelligent, 咳着刘到, 手车动力周, 赶紧打倒�然, 原来 由于这一天的气温过高 当东丽州发动机长时间运转后 出现了故障 突然吸引 东丽州突然吸引 让所有人的情绪骤然紧张 因为水上作业的风险 无处不在 在时间紧迫的艰难作业中 最让人担心的危险情况突然发生 他们面对着又一次严峻考验 然后突然失去动力 流水很大 那么这个门桥就向右后车甩了 所以一甩的时候就是一个惯性 有惊无险 虽然落水战是平安无事 但江面作业却变得更加危险 因为右侧东丽州失去动力 五号门桥已经发生旋转 开始顺流而下 温许 水面汽转很快前来支援 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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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推点 推点 顶上 顶上 稳住 稳住 先稳住 先稳住 能不能修好 动力车能不能修好 报告你的 报告你的 五号门桥右侧动力轴 短时间内无法修复 好的 拉减 拉减 然后控制系列好 拉到这边 双好 双好 救援汽轢在动力轴尾部进行顶推 为门桥提供动力 但此时 驾驶员却面临巨大挑战 本来我们两个动力轴同时用力的话 我们方向很容易控制 当时来现在我只用汽轢进行顶推 汽轢它只能提供一个向前向后的力量 那我左右偏向就没法控制 完全只能依靠左侧动力轴自己控制方向 在门桥掌的指挥下 汽轢驾驶员和动力轴驾驶员协同一致 他们成功地将五号门桥推进到了指定水域 上级下达的命令是 在长江中上游水域 暴通一座横跨长江之流的军用浮桥 限时两个小时 如果现在机型门桥连接 基本可以保证时间上没有问题 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和服加快了二十米 和服变宽 原定的六个门桥 长度已不足以保通河面 我们现在六个门桥搭不通了 然后我今天就是在三连这边再放水一个门桥 然后变成分支室 然后就是七个门桥 现在大家感觉这个疫情怎么样 现在时间比较紧急 我觉得我们还是直接用一个带室 这样速快一点 那现在这个带室呢 现在这个和服斩了 流速比较大 流速比较大 因为我这个推不上去啊 既要保证架桥的牢固 又要节省时间 指挥员们必须快速想出办法 才有滚大的方式 主要是因为岸边 它有比较长的一段 大概有十米左右一段浅滩 但是门桥迅速卸妆下水 因为吃水浅 搭在了靠近岸边的一层 从装备角度来讲 这两种门桥是没有一个 质式的一个连接这个部件的 所以但是我们为了克服困难 前行让他们先连 按照指挥员吴嘉宾的指挥 官兵们要用绞接器 连接两种门桥底部 再用处置钢锁进行固定 这钢锁强度还是相当大 因为钢锁 它叫几辆坦克都没有问题 福桥的连接 是从两岸向中间合笼 越往江心走 水流的流速越大 门桥受到的冲击也越大 被连接的时候 水流的流速越高 林区的时候要求精度比较高 但是流速非常大 然后周体就比较笨重 非常难以掌控 导致连车难度非常大 两座门桥之间 是通过一个直径7厘米的圆形箫 进行对接 但是因为受到紊乱水流影响 门桥一直在上下左右晃动 门桥左右两侧有两个圆形箫 需要同时对接上 但是现在两座门桥的间距 却很难把握 销口随着门桥来回移动 这是一项既费体力 又十分考验耐心的作业 它在水上面 它本来就是精准度就很低 这个高度是对水的推力 来控制方向 控制大小 而且在我们驾驶的过程中 它那个动力周 它方向是不能控制的 它必须方向被摆正 通过减速提速 来慢慢地达到 这个调整方向的这个情况 门桥掌通过旗宇 系统驾驶员和桥跨上的官兵 齐心协力 调整对接角度 他们现在就是在一直调整 这两个桌子的对接的方向 在建木地 我们地上有条环线 在等环线大达 摆这条线站的时候 要找准司机把它插上 下 下 快过来 下 怎么样 再来 放 放 放回去 放回去 点 打了黑 下 下 下 当圆形桥对准后 两座门桥连接成功 和两座门桥连接相比 正中间的四号门桥连接 是福桥和龙的最后最关键的一步 你是不是还要往我这边走一米 这边还要走个一米左右 再往暗测移动 一米五 它在调整 它在调整进来的这个方向 在调整 刚才可能角度不是很好 很难靠近 还特殊于重新进来 因为现在水流是进行变化的 好不容易 四号门桥靠近了三号门桥 停 停 停 好 推开 推开 要是小指先 但受到水流的冲击 这次对接又失败了 艰难的作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但周桥冠兵却每一次都能克服困难 完成任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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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离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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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量 看起来 你可以去量到底 你可以去量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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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分钟 这一天 西部战区陆军牟旅周桥引官兵 在水位不断上涨 流速几乎作业极限的长江之流 圆满完成 保通一座军用浮桥的任务 为了备战安全路线国际军事比赛 他们在烈日和暴雨中摸爬滚打 精益求精 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怎样带领架桥班族 实现成绩的突破 一个善于思考的战士 又走过了怎样曲折的新路立场 军事纪使近期播出备战安全路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客人 感谢观看